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双语教育政策的缘故 新加坡年轻人还是普遍使用英语 只有年长的华人会比较常使用华语来沟通 来说说这个讲华语运动的由来 话说新加坡早期的移民是来自亚太各个地区 他们的背景文化还有习俗都不一样 尤其是当时的华族移民也是按照各自的籍贯使用不同的方言 为了促进当地人的沟通 李光耀就在1979年发起了这个运动 那时甚至还有一首叫做《讲华语运动》的歌 后来华语成功取代了方言 却陷入了一个比方言更加尴尬的处境 就是难抵英语为强势语言的一个大环境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也拥有多元种族的社会 英语作为主导语言和行政的语言 当人民无法同时掌握好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的时候 就会开始出现了众英侵华的一个选择 尽管如此 新加坡的现任总理李显龙就很坚持 推行双语政策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掌握良好的英语 让新加坡人有了在全球经济竞争的优势 因此这个工作的努力是很值得的 当然为了鼓励当地人书华语 除了政府之外 一些企业还有单位 其实也发起过不少的相关活动 比如说今年2月的时候 新加坡有一家华语补习中心 就跟麦当劳合作 推出了开心点的一个活动 只要小孩用华语来点餐 除了可以享用免费的餐点之外 还送你一只冰淇淋 配合这个活动 餐厅还发放了宣传册子 里头就附上了点餐的中文的名称 还有汉语拼音 方便这些小孩 在排队点餐的时候可以练习 不过你回头想想 鼓励小孩使用这个华语 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就连用华语来点餐 这种日常习惯 也需要用一个免费的餐点 来鼓励的话 这个活动也许是在 为新加坡的华语水平 敲了一季的警钟 无论如何 就在新加坡努力推广华语的同时 台湾政府就鼓励当地人 要多学外语 下个月8月开始 就会在国民教育当中加入东南亚的语言 包括了太语 印尼语等等 还列为是必修课的选项之一 原因是移民到台湾的这个新住民 人数已经超过54万人 甚至超越了台湾原住民的人数 我们来换一个焦点 印尼有一个地方 打算要把一夫多妻这个制度合法化 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地方就是印尼西部 一个叫做亚齐阿切的地方 当地多数人呢 都是穆斯林 那最近在印尼英文媒体 亚加达邮报上的 就有亚齐当地的知名人士 也就是乌里玛委员会主席 Tonku Abdurani Adyan 就公开支持这个制度 他还列出了他认为 义夫多妻制有很多的好处 那由于印尼呢 义夫多妻算是一个宗教型的婚姻 在当地算很常见 甚至呢还有俱乐部开这个培训班 教男人应该怎么样娶到四个老婆 但是呢官方是不承认这种类型的婚姻的 这位名人就声称了 这个呢让妇女往往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特别是在遗产分配 还有承认子女这个方面呢 简单来说就是第二任以上的妻子呢 是无法享有跟第一任妻子同等的权利 那现在亚齐当局呢 就希望给这个义夫多妻制度 套上一个法律的框架 并具体规定什么样的基本要求 比如说男子最多可以拥有多少位的妻子啊 或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娶多过一名的这个女子 而亚齐的这个操作呢 当然也马上在印尼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都站出来反对 认为这完全就是不拿女性的权益来当回事 甚至呢是被国家妇女反暴力委员会给盯上了 他们质疑这个法案只有丈夫们在受益啊 那甚至呢还反建议说 如果反过来是一期多夫制度的话 那么印尼政府是不是可以接受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缅甸旅游呢 如果说到当地一个叫做因来湖的地方 很多当地人都会推荐你去到南部村庄的一个织布坊去看看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有着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技术 叫做藕丝纺织 那所谓的藕丝呢不是脸藕的丝 而是用荷花的梗剥皮抽丝 让用这个丝呢来织布 这个技术除了十分独特 制作出来的成品呢非常的细腻 而且还有光泽看起来就十分的华丽 这个技术呢甚至是引起了泰国 还有越南等等国家的兴趣 纷纷前来考察学习 那尽管如此 纯手工的这个藕丝织布呢非常的费功 那据说一小块的布就需要消耗4000根的荷花梗 单单是一件僧侣的长袍呢 就需要60个人连续工作10天 消耗22万根的荷花梗才可以完成 相当的不容易啊 所以说呢它的价格也非常的昂贵 是世界上最贵的织物之一 单单是藕丝的价格啊 一小转就要30万免币 大约是820令吉 不过呢原料很少很少啊 所以就算你很有钱也不一定可以买得到 接着我们来关注各报的重点新闻 The Star新报 对18说yes 国会下议院以押倒性多数票 同意修改宪法 把投票年龄降至18岁 以及自动登记选民 这是西蒙执政以来 朝野政党第一次达成一致的共识 新州日报 雪蓝眼议员是黑手在逮捕三人驻查 警方怀疑南南性爱短片的幕后人士 是一名公正党雪州议员 全国警察总长阿都哈密说 警方已经鉴定了这名州议员的身份 不过警方还没有将他逮捕驻查 南阳商报 薪酬津贴指南年秒出炉 管企高管告别高薪 政府将会监管关联公司高管薪酬津贴 只能一旦出炉 国内关联公司高管坐享数百万年薪的美好日子 将宣告结束 中国报 18岁可当歪逼 国会下议院以211张票三读通过2019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 也就是从第15届大选开始 18岁国民被赋予投票与参选的权利 光明日报 警方鉴定信片风暴是自己人干的 警方调查怀疑南南性爱短片的幕后策划者 是一名公正党雪州州议员 并且已经鉴定了对方的身份 只是目前还没有将他逮捕 光华日报 滨南部填海72附带条件 抵消项目保渔业资产 滨州首长曹关友公布南部填海计划 或批附带的72个条件 滨州交通大蓝图执行伙伴SRS工程总监坦言 第一次面对如此详细和复杂的条件要求 当中最具挑战的条件 就是执行列明的抵消项目offset program 直播吧聚焦东盟 今天为你跟进的新闻就到这里 我是Cindia Xenray 我们明天再聊 明天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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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